6月23日 位在韓國首爾的日本大使館外 聚集了日本暫時慰安婦受害者 以及反對日本面對二戰歷史態度的民眾 高喊口號 要求日本政府為過去錯誤的行為道歉 特別是強迫韓國婦女擔任慰安婦 仍然在世的51位韓國慰安婦受害者中 有兩位高齡89歲的阿嬤代表出席 抗議民眾也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在6月22日慶祝日韓關係正常化 50周年的紀念活動上 完全沒有提及過去所做的錯誤政策 表達不滿 記者讀喜林波宏編譯